不管是包围总统府 还是包围赖金德的官邸 这件事情可以解决的话 我跟大家保证不要怀疑 我一定冲第一个带大家去干 整场宣讲仿佛信仰科文哲的传教大会 立委黄国昌一贯的激动呐喊 甚至拿出学运精神 但让人打上问号的 还有他对金华城20%荣基奖励的认知 依照都市计划的细部计划 都可以有20%的奖励荣基 有没有图力绝不是你黄国昌说了算 而且重点在于20%荣基奖励的出现 是在北市府与金华城行政诉讼期间 甚至判决结果都还没出来 都发局就急着替金华城送审都委会 明明北市府赢了 科市府却还是为审刑金打开通道 拿下840%荣基率 这才是有图力的嫌疑 要巩固谨慎的支持者 对小草的喊话是无所不用其极 齐凯郑重的提出来 我们冻结中东府的预算 砍掉NCC跟建材的预算 看得出来民中党立委真的没招了 尤其他们深知党内存亡之计 传出新会期各项决议定调要团进团出 增加舆论战力 张齐凯 陈昭姿都会投入发言角色 那就看视线菩萨愿不愿意给予造福 有什么方法 勤勒的方法吗 张齐凯日前才在政论上与尤淑会起争执 张齐凯说不要往内互打 但尤淑会反击 柯市长不是我们往内 难道民众党会因此跟民进党合作吗 不是这样勤勒的吧 如今民众党勤勒路上 只剩零星小草一路相挺 东森新闻郑中心综合报道